将联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有残病不一定是指我们的一心不乱 但一心不乱确实是一个残病状态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一心不乱是残病 残病不等于一心不乱 要先知道这个道理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里讲的一心是指的 一心念佛求生极乐的心 叫一个心 没有第二心 残病是什么 残病就是专注一镜叫做残病 他可以不想往生 他只专注在佛号上就好了 专注佛号不一定等于要往生 要求往生 了解意思 我专注念佛 所以偶义大师说 你往生最重要就是怨心 你若没有怨心 哪怕你念佛念到风打不失 雨打不失风吹不入 那也只是惨定而已 生死编世 他就讲这个事 大家应该都懂这是在弥陀耀解当中说的道理 弥陀耀解的五重悬疑我就说到这个道理了 我有讲五重悬疑后来出一本书 现在正在重新校定 还没有印出来 还在化缘当中 那么化缘将来前购我们就把它印出来 大概第一版已经流通完毕 第二版在大陆都流通完毕 台湾第二版还没流通 还在叫定 要重新做整理 那么就提到这个 就是偶义大师就讲了这个事情 所以说现在这个就讲了 于心尚且如是 何况我专心念佛之心服 他一路在导音你 告诉你专心一心念佛的功德有多大 他正在导音你这个事情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么事故行者 来看了 来 结论就在这里了 事故行者念佛之时 只信便是圆容清净保绝 看到没有 圆容一法不缺 清净是什么 因为无染 因为无贪 无碍 对不对 你只愿往生不求献赐一切功德果报 对不对 这叫清净 也不有人我 不会有人我 我求往生 我跟人我厉害关系都无关 对不对 所以叫清净 那为什么叫做圆容呢 因为你这面心就是佛心嘛 佛的功德圆满 所以他是人 他是法界 九法 始法界中 至尊至宝贵 位置为宝觉 了解吗 所以你正念佛的心 是佛的觉悟心 可不是罗汉 也不是菩萨 是佛的觉悟心 所以念佛是不是能成佛 不是成罗汉 也不是成菩萨 这样懂吗 所以就是宝觉之心 哎呀 这个是在北宋时代的世民尊者所提出的 他只是把智者大师的说法 把它说得更白了而已 了解吗 所以这是一脉相承的天台教法 基本上我学天台是学到世民尊神 往下后代 北宋之后的我就看看 为什么 因为北宋之后呢 这个又是灭佛啦 又是北宋南宋之间 又是金兵南下 国土不安 然后最后南宋那些中原人士 跑到南方来 心庭对弃 那么苦闷得很 国家一这样之后 人的心灵的气度就会减少 一减少就达成佛法 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就只好不足 各宗派不足 不足就互相引用对方 所以天台从来 大概从世民尊者之后 三家三外派辩论完毕的时候 已经露出疲态了 三家三外派辩论完毕了之后 大概就天台中的教法就又沉寂了一阵子 然后到了元朝过后 明朝出现的时候已经被各种 特别是华人中欣喜 那受到华人中的影响很大 三外派本身就受华人中的影响 在宋朝就受华人中的影响 只是因为有一位四名尊者 有一位慈云灿主 他顶着 然后这教法说得很清晰 所以让众生来清晰 但是到后来越来越有华人的思想 如来上固然天台中也讲 天台中讲的如来上跟华人中讲的如来上 名称一样意思是不同的 那楞严经就是这个概念 楞严经在某个意义上 当然大家知道他讲如来上 但他的如来上比较接近华人中的概念 所以那你看看我们的传人大师 他是以楞严经的 了解意思吗 所以说这就是明朝以来 一路到清朝都是这样 那么这样子我们没有问题的 我们注意把它回归到原来的那个讲解 这样就好 原来的意义上就可以 不必去挑那个老人家用的词子 用的语词是华人中的语词 那没有什么 佛法本来就没有自信的 看你怎么解释 这样了解吗 不过如果你不熟悉 那你很容易就 砰砰砰就跑到哪去了 了解意思吗 如果你对天台不熟悉 你所学到的 宋朝之后的学的那个 看起来像天台内容的很容易就混入了花言中的那个 那个真常为心的概念 不是 真常为心先借第一个心 心生万法 是心为先祖 这种观念 天台上不是这种观念 好 那么这个是跟你讲个大概的 不过呢 他们在这里就确实引用了宋朝尊实 这个四名尊者的概念 四名尊者的概念 那这是很好 就也很亲切 那么以此妙心念比阿弥 就是弥陀佛了 则比三生何生不念 就阿弥陀佛的法报号三生 无非是性体性量性聚 对不对 一句佛号念的佛的法报化三生 怎么说呢 心体就是什么呢 就是法身嘛 能念的心体就是法身嘛 在念佛时 我这个佛号应激而出 那么念念念佛 念念念佛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念的是我说佛是皆 我凡夫能见的佛 这就是所谓的兴趣 也就是所谓的 这个俗弟 那么呢我们知道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相互交融 那么相互交融呢 相互感应而不可得 那么这当下就是所谓的性量 念起佛来 诸种功德都能感应不可思议 不只是人的感应 鬼神的感应也感应对不对 那就是所谓的性量 无量相 无量相都是缘起 信空 所以真如缘起 随缘不变不变人随缘 所以这句佛号能够立一切的众生 为什么 念缘起相中空性中无一法不能够相应 只要是空性 缘起 缘起当中 任何一尊 任何一个众生 只要一念心 欢喜我念佛 那么呢 一入耳根 集成金刚种 所以佛号骗法 借一切处 能够立一切众生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法性 法性 那这样的所以三生皆成就 法报化三生都能成就 那么求比四度 四度是什么意思 之前我们稍微点了一下名字 所谓的凡胜同居 我们跟圣人同居在一个世界 在凡胜同居度 第二是所谓的 方便有余度 就是什么呢 阿罗汉所建的国土 阿罗汉一证阿罗汉之后 他所看的世界跟我们看的世界 不太一样 了解吗 因为他的心彻底的涉离人间 不所谈案 那么他看方便 但是那个是方便有余 为什么叫方便 因为那是佛陀立一个方便法 让他去证阿罗汉 因为他怕成佛太遥远 太辛苦了 有人是不愿意去成佛的 了解吗 他觉得我断苦就好了 我断苦我没事就可以了 至于我的老婆有没有事 我的老妈子有没有事 唉 我都 我都很困难了 你还叫我怎样 了解意思吗 己若不度 说人度人 无有事 若能度人 无有事处 所以他的理解就是这样 了解吗 比如说这样 你做梦 梦中有一只老虎 请问 他梦中有一只老虎 请问他梦中的老虎谁要去抓那只老虎 你还是他 对啊 只能你抓 你的老虎要你抓 我的老虎我抓 我没法借你的梦去抓人 抓老虎啊 他的理解是怎样 不是他贪心 不是他自私 了解吗 他对法的理解是这样 你的老虎咬你 不会咬我 所以只能你解决 我的老虎咬我 只能我解决 我也没办法替你解决你的老虎 你也没办法替我解决我的老虎 他理解为这样 但是大圣不是这样看 大圣是说 那老虎根本是梦中的老虎 所有众生都梦中有一只老虎 那你要去利益众生 怎么不能呢 通通把众生叫醒就好了 喇叭开大声音点 佛号开大声音点 啤床号开大声音点 啵啵啵啵啵啵啵 这样然后就醒来了 大家不都醒了吗 当过兵的就知道 这啤床号吗 是这样子 台湾男生都要当兵 我们这年纪都要当兵 所以都知道这个是啤床号 是这样 了解的意思吗 是这样 那就不是起 那醒了就没老虎了 为什么你不能度呢 那是大圣的看法 生死也是如幻 但是生活人认为生死是真实的 你懂吗 爹娘死了 儿女死了 那是真的 那就是没命 不是 他是换个身体远离你 去出游了 换另外一个生命样 他很容易 你一直念佛回向给他就对了 你永远不可能失去神 他只是彼此之间 永远是在换火车的状态底下 游利人 游利这个法界 你在这段时间坐这台火车 刚好他也上车 坐你老公 刚好他也上车 坐你儿子 刚好他也上车 坐你的冤心在主 但是各自到站 各自要下车 不爽也能下车 你有吗 票就拿到那里 他就能下车 所以你也不要一想说 老公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你怎么先去死了 老公醒来说 没办法 我票打到这原地 这样了解吗 票就打到那里 各自打的票不一样 我们从无量而偏的其他世界 刚好都来搭这班车 所以我们成为现在的一家人 过去跟另外一群人成一家人 未来也会跟另外另外一群人成一家人 现在将将好跟这群人成一家人 你说要执着吗 有需要这么执着吗 有需要吗 没有需要 对不对 那个都是来来去去的 但是记得 寺院是常住的 下面那句话听得懂吗 下面我要讲什么 应该你自己懂 对啊入座 留再多钱给儿女 那也是偶尔这么一次成为儿女 你留给他 跟留给常住道场 永永远远的功德 你自己想是这样的 这样懂吗 不要老说啦 让你们自己感应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就是所谓凡胜同居土 那么这个二称人的所谓方便有余 为什么叫有余 他还没有修完 他修完成了自己的解脱 但众生还没解脱 你知道吗 在经上说 我问你一位阿罗汉 他曾阿罗汉的那个时候 是不是老婆 过去无量无边老婆都度过了 有吗 过去无量无边的爹娘都度了 有吗 没有耶 但糟糕了 他出三界了 爹娘还在三界内 对不对 对不对啊 我是指爹娘如果没解脱的话 是不是还在三界内 是不是 是不是 那阿罗汉有没有出三界 有没有啦 有 阿罗汉的名称叫做不来 就不来三界内 糟糕了 所有有恩德的爹娘 夫妻 兄弟姐妹 什么世间善人 都还在三界内 结果他在三界外 我问你 救生员要救那个溺水的人 是在旁边喊加油 还是要跳进水里救人 喊加油就好了 是要怎样啊 跳下去 换句话说 如果真要度众生 是在三界外喊加油 还是进到三界内 糟糕了 糟糕了 阿罗汉出三界外了 打火英雄 是在火场外喊 拿扇子吹那个山火 说加油加油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进火场 对不对 但是他在火场外 那那些恩德怎么办 那些恩戴群头怎么办 怎么办了 怎么办了 糟糕 看着办 叫做什么 台湾的脚 记在墙上 欠你的记在墙上 对不对 对不对吗 对 佛经就真的这么讲 讲这样 讲说 阿罗汉的 对众生 所欠的这些 记在墙上 没有啦 没有这样写的 是这样 对众生 欠众生的 有这么一个字 尊重经上是这么讲的 我也是 后来才看到 我真的是这样 难怪 敌债 阿罗汉叫做敌债 从出国就敌债了 出国之后就一路 最慢七往返人间 人间天上 一定成 治国 所以出国一进去之后 出来了 就搭上 成阿罗汉的列车 最晚七世 三国人一次 就正四成三国 如果没有正四国 他往生之后 下一次一定正四国 了解吗 那四国就四国了 就吉国了 所以出国以上 含出国都叫底债 经上就真的这么讲 底债 什么意思 基在墙上 不还了 不还了 所以说阿罗汉是有余的 有余 有余 有剩余 有余是好听的 应该叫做有遗憾 对不对 但这不是阿罗汉的过失 千万不能说阿罗汉的过失 没有阿罗汉的过失 因为他的理解是怎样 懂吗 他就不小心就变底债了 你看看 我们有好朋友 当年跟我们怎么样 一起做生意 或者是 标慧 对不对 后来他移民到国外去了 你也找不到人 他真的就 就底债了 是不是这样子 只能够立牌被给他回向 是不是 早日良心发现还给我们 你的帝国是这样而已 了解的意思吗 就只顺着底债 他就离开这个世界 离开我们所熟悉的世界 真的 所以真的是有遗憾 所以为什么叫有余 这是大乘讲的有余 不是声闻人讲阿罗汉 阿罗汉自己也讲有余 他讲什么有余 他是指说 他是指说 在什么呢 在 他的身体还有余 还会受害 还会冷 热度 是恶生病 他在讲这个有余 但不是 我们讲一个有余 就是 杜众生未免满 有余 他们第三种叫做 十报庄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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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 十报庄严 十报为什么 他真的在修佛性之道 真如之道 所以是十报 他已经不是阿罗汉那种 有余了 懂吗 十报 十报 但未能 还没有成佛 但已经有成佛的庄严相 懂吗 叫做十报庄严 这就是菩萨 菩萨感应的就是这样 他虽然还未成佛 但已经是十报路上成就了 早晚要成佛的 所以他现行的就是万博庄严相 中的百分之 五十六十七十这样 还不到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就是佛 懂吗 他已经够庄严了 了解吗 OK 那么最后就是长期光佛的净土 好 就究竟极灭的净土 这样了解吗 好 事主就这样了 简单带一下就好了 这比较重要 因为净土嘛 讲净土嘛 所以说戴一下 何土不生啊 对 哪一土都没生 你从凡圣同居一路可以 怎么样 到了成佛就变成长期光净土 对不对 都可以 因为你能念之心是佛性之心 是清净人满的嘛 对不对 所以直接就是成佛 念佛直接成佛 不能的话 那最糟就是凡圣同居 对不对 我还是凡夫 我到极乐世界去的话 我还要可以学 是 什么 但谁功行深浅 凭未有高下 就这样而已 好 这个完全跟后来的偶依大师讲的 是一样 当然偶依大师应该是医着他的师伯 传登大师就是他的师伯 就是他的师伯 所以他们是有相见的 我记得是这样 偶依大师剃度的时候 就是传登大师为他带高的 带高 好像是这样的 没记错我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两人的因缘是很深的 很深 好 那么这样子呢 第五门圆满 那第六门也是很简单 来 我们念一下这四句记 十六等诸敬 十里两种观 一时无三分 如一波波浪 哎 十六等诸敬 四里两种观 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十六观经里头的内容 比如说落日观等等 那个就四向上来观 那就是观成落日 那么就礼上来观 就是你心中的落日 你心中的落日 是你心中所现的 不是真正外境 不管外境有没有落日 这样了解吗 那无论是四相观还是礼相观 都是什么 彼此相吞 就是礼四是相吞的 礼四相吞的是什么意思呢 四中含礼 礼中含四 因为含嘛 含不是吞进去的意思吗 它有一个比较白话的说法 叫吞 懂吗 你 含 互相含着 含色的含 好 这就是吞 我把你吞进去 不就含 含在嘴里了吗 就这个意思 这样 吞是比较有动作的感觉 也比较白话一点 也比较强力一点 吞 吞进去 那种感觉 把你吞进肚子那种感觉 比那个含着 好像还不是太 还不是真的把它吞进去那种感觉 还有一点 好像还有一点犹豫那个样子 叫做含 不好听 反正力量不大 直接吞进肚子 这样才有力量 这样懂吗 而且是互吞 那才特别 你被我吞进去 照说你在我肚子内 怎么你还能吞我呢 就这个感觉 所以叫做互吞 力量的更大 那个形象就更明显 那么你看 这就是静观互吞 静就是是 观就是力 这样懂吗 理是二观 理就是能观的心 那是理体 理就是原理 理念而已 理念 这样概念是理 理就是观 对啊 你在观察什么 你在观察什么 道理 你是用道理在观的 对不对 你并不是用四项 你不是用一个四项在做什么 因为在脑子里都想的嘛 对不对 那是一种理 脑子一想的是理 什么叫四肢 就是身体去动作出来的 或者是具体看得到的 这叫四 这样 什么 什么是四具体看得到 近呢 近就是境界的近 境界就是在那里 就对面在那里 看得到的叫近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近为是观为理 就是理是两者互吞 也就是观近互吞的意思 这样好不好 了解 所以说理是两种观彼此相互吞 就在讲这个 像观近相互吞者 正有四肢无碍 他讲四肢无碍 这算特别了 一般来讲是理事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最高阶就是四肢 这完全是华言中的道理 但是这也当然符合天台中的原教的观念 什么是理无碍 理论上面说得通 叫做无碍 说得通就是无碍 或者说理论上可以这么看 那么叫做理无碍 没有下一个妨碍 你比如说这样子 比如我呢 当年在南普陀 我是指台中的南普陀 他当教务长 然后后来 因为我去当的时候 是广化和尚 广化律师 要我去 那我说 我第一不是你学生 第二不是你土地 第三不是你法子戒子 四种子都不是 徒子 学子 法子 戒子 四子都不是 我是空降 那么的南普陀 佛学院其实是很有名 历史以来都很有名 比如说 如本法师 慧玉法师 通通是南普陀 毕业 这样懂吗 慧玉法师应该认识吧 他是我私俗 我私俗 他跟我私俗是同一个 同一个私俗 同一个私俗帝徒 就著名和尚帝徒 他算是我私俗 那 所以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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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三年就好 后来三年到了 海公和尚 因为园级 文化和尚在我任内园级 然后海公和尚 我们去请海公和尚 来担任 院长 那我叫我女儿 我说不行 我们就要说了 我们就要离开 离开我就跟新园长借 一个地方就是青龙寺 青龙寺 这样 借着 那借着之后呢 哇糟糕 那青龙寺在恒春半岛上 恒春是很漂亮的地方 结果那发生一百年的大雨 那么那青龙寺呢 已经前面的平地 他是崩塌地形 就是像个椅子一样的三次 这个东西会一直往下崩 土地往下崩 听说已经崩两次来三次 所以前面一直是硬建起来 很麻烦 后来他就下崩 下崩一百年来没有打 那土地又再不用打 哇 有点担心 求佛菩萨 特别是求观音菩萨 那你说实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放过 很有感力 很有感 所以我就求 求了之后果然有人来 就突然间有人来 来帮忙 他那个专门做那里的主题 很多人都说那个做不起来了 法斯安怎么做都做不起来 一定会崩塌 我跟人家借 借寺院来主 就借到整个寺院崩掉 能听吗 能看吗 将来怎么在江湖上混 是不是这样的 很难看 所以非得把它给绑定不可 那么就这样 他主要弄 你知道弄多少钱吗 前前后后这样子 连后面的护城河 护寺的河 什么都弄这样子 花了2400万台币 我没有做法会 那么就靠一个相由钱这样 2400万 那么在过程当中 就我的老尼斯在跟我讲 他说 法师 讲白了 法师 我说不供养你 我最需要钱 他说不供养你 那我说你怎么这样讲 那你这个青龙寺 又不是你的 那你一直弄钱 堆钱堆进去 这样的 根本就没未来 他就这样讲 我就跟他讲说 诶 当那天和尚敲一天钟 咱们出家人住哪儿 就是帮住哪儿 修哪儿 住这里就修这里 住那里就修哪儿 你怎么会说说 我的你的 哪儿东西能带得走啊 我就这样讲 你知道老尼斯怎么做 对啊 道理是这么讲 事情没人这样做 你懂意思吗 这就是 事外里无外的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 懂吗 里无外 里是这么讲 没有人把庙带走 生不带来也死不带去 对 理无外 理上外 可是呢 于事有爱 懂吗 我先捐给你 就是你啊 你啊 你法上法师 要弘扬佛法呀 那这个道场不是你的 将来你不会在这里 弘扬佛法呀 他说我是要给你弘扬佛法的呀 不是嘛 你去建别人的庙的呀 你大概大家都知道啊 庙帘会带来什么 可是你过程当中 你要靠一个庙 你要利益众生 你靠一个 一个 好像说你的根据地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明天就给你两千 我一直花钱来给你 花钱来花了两千四百多万 三年 两年之内花到两千四百多万 我们是和尚耶 我们里头没有排位 没有做什么水路验口 都没有耶 你钱哪来啊 我也不晓得 就就就就这样 就这样 所以他说 每一滴钱都是 都是很辛苦弄来的 你结果你说 庙 和尚 随缘 祝庙 理上是这么讲的 事项上 你明明就需要一个根据地嘛 所以 不共良理 真的这样讲 这就是所谓 理无碍 但事无碍 懂吗 懂吗 道理上这样讲 但事性上都不是 事性上都不是 我们以为 男女贪爱 那男的撕裂 那你跟他讲 啊 天涯何处无方草 理上是这样讲的 但他就是 他就是要 他就是要那根方草 才可以 别的草 不能渡他 你懂吗 他非得那根草 没办法啊 是不是 理是无碍 事是有碍 这样懂了吧 他说理啊 理无碍事无碍 这样就懂了 那问题是 理是有什么无碍 就是理上说得通 事上也讲得来 诶 这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理是无碍 刚开始是理无碍 到底要说得通 但是事相上 不一定能这样做 这个时候就是理无碍 但事无碍 但接着呢 是理无碍 事也能够无碍 但言行止于 各自无碍 你不要 他说这个 我说这个尿 大家都怎么样怎么样 那好 那理上是这样的对 可是 他一直要供养我 他真的会觉得舍不得 因为 那是要让你法上法 是未来弘扬 常住道场弘扬的 人家马上就要请你走了 你还在那搞 这时候我可能会这样做 好了好了 你供养我了 我不动用你这个钱 将来我在哪里怎么做 就可以 或许这样OK 你懂吗 但当年 我只有理无碍 没有事无碍 因为我不知道 我拿事物会有什么事愿 结果你知道 我跟同学怎么讲 我跟师傅们 其他师傅们怎么讲 我说哪一天 人家要我们办 我们就要办 我们不能说 我们花了那么多精神 我们自己去做板筋 我们自己去挖 去绑干筋 我们自己抬板膜 我们自己挖 请人挖地洞 自己埋韩馆 工作到晚上十点都还在工作 我们自己做 每个人做的瘦巴巴 乌鸡黑黑的这样 是这样 那就就是所谓的 礼仗人觉得我们投入那个工作 但实际上 那个比丘民看了就 老和尚一看就觉得不可能 那么当然了 最后我们还是说 我们没别的路走 我们还是把他弄好 蛮有钱就花 他还是有慢慢有供养供养一些 没有说断然 但是他觉得就是吃得不太好 你法师要想想你自己 那我的想法是怎样 住什么呢 住蒙古包 或者住那个露营帐 我跟大家讲说 最后我能够发给大家一个露营帐 跟睡袋一个 那你们大家就是树架 找地方住的 我们要还给人家 后来很有意思就是说 居然长老他听错话了 我是跟他讲说 我先先先跟您老人家借三年 如果您这三年不需要用 我再继续跟您借 但是他只听到先 他就没听到后面了 所以他的想法是说 就只借你三年 结果我们一直修修 修到两千多万都用光了 然后呢 他已经对外讲说 法尚老师要走了 我自己又不知道我要走了 他已经跟他的弟子讲说 你们准备还接 那个法尚法是要走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要走 你知道吗 后来是有一个医会师 跑来跟我讲说 人家都在笑你耶 笑我怎样 笑你读书人头壳坏掉 怎样头壳坏掉 你以为这样弄一弄 长老就把庙给你吗 我说我怎么没这个想法 我只是说 住一住庙都快倒了 这样不好意思啊 我就帮他弄啊 没有人这样你这样干的啦 你知道吗 他长老说你要走了 蛤 什么时候我有说我要走了 是这样 所以外面先说我要走了 我才知道我要走了 那我就跟领游事务讲说 人家说我们要走 那我们真的要走了 所以呢 如果实在没地方 有两条路 第一 就地减散不尽 就地减散 各自各奔东西 这个僧团就破掉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发给诸位的帐篷一点 睡太阴格 然后我们继续找一事务下去住 然后再想办法 然后我很自在 我觉得和尚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三一一波本来就是这样过的 很好 就这样 突然间来了一个医会事务 带了一个带子 上面写着 上面照了两本相簿 就是后来他给我们一个叫做千华寺 那为什么他给我们千华寺呢 就是长老的一个女众徒弟 去跟他讲闲话 讲什么闲话 就跟他笑说 你这个啊 那个血 那个水月潮 那个作者啊 那个法杖法寺啊 听说是读书人 他头壳坏掉 他以为我失误呢 花那么多钱 我是不是就把庙给他 不可能的 青龙寺是老庙不会给他的 然后他就听说 真的哦 有这么笨的人哦 然后他很好奇 跑来问我说 他有个庙 你法杖法寺要 我有一间庙 你法杖法寺要不要 我已经知道说 人家长老说他要到回去了 那我就说 要是可以要 但是 我们是有条件的 我又说我们是有条件的 他说 比那个 一位师傅呢 很慈悲啊 他说 有条件好啊 什么条件 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难以共住 所以你要自己找地方住 你要全部搬出去 去找地方住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不办法会 但我也没钱跟你买了 没有 已经花光光了 这样子 然后他听一听 听了到半个钟 他就说 对啊 这也是我的想法 本来我给你们 就不能够住民众 就不要再受民众 这样 对啊 那这样可以啊 那你看怎么样啊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一看 看一看 实在是不像妙 你懂吗 就像个小学 那个教室一样而已 根本也不像妙 那当然 但我的想法是说 现在 这种笔柱 帐篷好 对 然后我就说 啊很漂亮很漂亮 这样的 就这样讲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完之 就这样接下来 所以 理 对 事 不一定对 但是你必须在理对的同时 你保持对事的一个信心 因为事情的对 是从道理的对 慢慢因缘成熟而来 这样懂吗 但是在还没有因缘成熟的时候 理是理 事之事 刚刚那个老理事 那个态度就是这样 他根本看不到你有誓愿 他觉得 我供养你 你将来要利益众生的 那你根本就不是嘛 你那个钱好像水一样 又丢进土里 就不见了嘛 没能这样干的 我们这个钱也是辛苦钱 你不能这样花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也合理 懂吗 这也合理 因为就他主观的期望是这样 这就是事 这就是事 主观的期望 主观的因缘 所以理 是没有谈因缘 谈那个道理 抽开了 人间只谈理论 这就好理 但是呢 理对了 因为人间的理论 就不一定是 人间的因缘 就要好多讨论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 就买进来 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知道啊 可是我就要那边芳草啊 那个是我女朋友 我男朋友 我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精神 你就告诉我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怎么信得下去 了解吗 理是以为是 是有个别的因缘 这就是是 所以理无爱 是不一定无爱 理能够无爱 是也能够无爱 很不错 但各自无爱 理也无爱 是也无爱 要做到 既是理无爱 又是是无爱 哦 这就不简单了 我后来去做了千华寺 其实就是理是无爱 因为我先坚持那个理 对不对 那我随缘啊 到时候真的人家要我走 我就走 毫无怨言 我真的毫无怨言 长老后来来接收 我们跟长老一直很好 都接着说很好啊 就新年长老 他现在传接 我都是我帮他帮忙传的 每次传接他会给我十万元红包 注意听 十万元他每次都是在大众当中 吃饭的时候给我 那我一定要接受 因为不接受他会不高兴 然后呢 正在吃饭的时候 我等下在他旁边 再把他塞回去 然后他一定会这样讲 这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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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塞进去了 你懂吗 这就是跟长老相处之道 懂吗 面子要做给老人家 了不了解啊 理智你不要再吃进去了 也得弄出来 我当然不是这样 他就说我们也是互介 也是互介 可是他老人家就很不错 所以我们关系非常之好 并不因为说 当年我真的花那个钱了 他没把庙给我 我就有什么想法 真的没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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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是因为两千四百万 但是我不知道 总而言之 就是大家关系很好 我的概念当中 这就是三宝 该对三宝的事 出将对出将谈论 这个干什么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么这样的时候 后来千华寺万佛寺 也是自然来的 我们从来没去要 千华寺人家提的 带着来 万佛寺我被押得去 我被押去那里 所以去接那个庙 我也不想接 那我的一个学生 突然跟他讲说好 我们接 他替我回答了 是这样的 很好笑 今天不谈了 这就是理当中坚持的结果 事的因缘必须等待 不一定直接无碍 所以会有一个理无碍 跟事无碍 它两个是有时间差的 事能够无碍 一定是有理无碍才能叫事无碍 但是理无碍不必然是无碍 这样听懂吗 这是很接力气的概念 你要了解 懂吗 理论上是这样 因缘还是这样 就不能这样 但是理论上这样 因缘这样了 就这样 这个时候 理也无碍 事也无碍 但是什么叫理事无碍 是在同一个时间之内 理也无碍 事也无碍 这就难了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当下理是这样 事情也能这样 我们就难了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耶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不例外急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生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智业曼书势力中心 劝发菩提心文、招生通启 此菩提心诸善中亡 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 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 原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 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发起正确的菩提心 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 每日我们饮食三餐 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 我们有按三餐私食吗? 进入由净土宗第十一组 醒安大师为我们悲戚之意 听闻读诵者五不落泪 修净土法门的行者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 让我们在古着而时中 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 转成静善的光波 与法相应与佛同行 课程内容 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 课授讲者 新普法师 上课时间周六上午9点半至11点半 上课日期7月8日7月15日7月22日7月29日8月12日8月26日9月2日9月16日9月23日9月30日共10堂课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三段99下石农2号1楼 报名电话02-2631-0619 02-2631-0619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咬石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佛教慈悲至业高雄中山分会 佛教慈悲至业高雄中山分会 于112年8月6日举办八观灾界即佛学讲座 功勤战山法师、战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尚无功勤战江法师传授八观灾界 带领大众发愿忏悔洗涤身心罪障 并讲解受持八观灾界功德利益 令戒子心生意解信愿受持 口叶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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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也不善 意也不善 胎欲称惠于痴故 胎欲称惠于痴故 而后 武共由战山法师带领大众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祈愿以此供养功德 回向十方一切往生者 能蒙三宝加持 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病苦者身心安乐 早日康复 祈愿以此供养功德 即可兴肯养功德 祈愿以此供养功德 祈愿以此供养功德 令于慧信仲对净土法门有更深一层的信件 必须要了解說 極樂世界不管是天欲寶花 不管是鳥會說法 不管是發功得水 這一些種種的莊嚴 為什麼有這些莊嚴 這些果的莊嚴 是因為阿彌陀佛 因有發怨 佛法是因果法 因發什麼怨 果就敢得什麼世界 所以為什麼今天要來修八觀哉戒 我在修行的時候受八觀哉戒 就種下離城解脫的因 種下未來無露聖道的因 所以我們今天的八觀哉戒 就變成栽培未來修行解脫的善法之良 隨後法師更帶領大眾實修念佛 藉此培植念佛求生淨土之正因 並祈願以此念佛功德 回向與會行眾 及一切六道眾生 臨終時皆能蒙佛皆引 往生極樂淨土 生命電視高雄採訪報導 天啊 朝吟美精彦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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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夜报的真理 必然使行为杰出果实 听闻的人们 避免所有负面与邪恶的行为 假若死亡只是意味着 我们将如水被干涸的地面吸收 或如熄灭之火焰般消失 那么我们可以不去在意死亡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死亡之时 我们舍弃了肉身 却保留了心事 这个心事 在死亡与投身之间的过渡状态中 称为中阴游走 在中阴状态下 我们没有有形的身体 无法如常的使用五种感官 我们被迫脱离父母和朋友的陪伴 如同一根从一团奶油中抽出的毛发 尽管如此 有一件事物却如影随形 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 如果恶行较多 我们将无法逃脱 轮回下三道的痛苦 相反的 如果善行较多 我们将投身上三道 继续朝解脱迈进 当我们的心 在中阴多变的体验里游走的时候 我们既无法选择去做有利于自己的事 也无法从从容容的去决定 要走哪一个方向 我们没有出路 如同风中的羽毛 我们受到自身业力的迫使 被死亡的士兵拖着走 我们没有暂时喘息的片刻 好让自己振作起来 我们无法随意停留或离去 我们的心神被抛过来丢过去 不听我们的使唤 要了解 并相信因果法则 主宰宇宙和一切众生 这一点是重要的 密勒日巴尊者说 如果他能够全心奉献于佛法 并在这一生中获得证悟 乃是他确信夜之法则的缘故 每一个行为 无可避免的都会有一个结果 我们行善或行恶的痕迹 留存于心事的下层 要消除恶行的痕迹 只有两个方法 一是经受恶业所带来的自然后果 痛苦 二是在可怕的业果出现之前 用适当的对质解药来清净恶业 当上师告诉我们 所有的善行和恶行 具有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时候 我们听得清楚明白 但不是真正相信他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就不敢办下最微小的恶行 反而会大大的着重于 从事所有的善行 即使是最为不足道的善行 难道一个人会去管 精快有多小 而不真是他吗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佛法之旅生命天使和你在一起